欢迎您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 年前的最后一个上班日 却是车祸频传 台中台74线28公里处 发生了连环追撞 小货车翻覆 沙石车车头损毁 无辆车撞成了一团 全线道封闭 到傍晚6点才恢复通车 另外回到1号 系五高架三重路段 无辆轿车还有一辆货车 也是连环撞 当中计程车 被撞到无回反 黑色轿车车头撞烂 旁边还横躺一辆大货车 地上散落满满车壳零件 画面转过来 好几个人帮忙驾驶 从撞毁的车门中爬出来 现场漫目疮痍 一片混乱 沙石车撞到中央分隔岛上 好几辆车仅仅黏在一起 撞成一团 小货车则翻覆90度横躺路中 驾驶还受困车内 索性意识清楚被救了出来 事故一共造成六人受伤送医 一度全线封闭 路上全是赶着回家过年的民众 出动多辆大型吊车下五点多左右 恢复两线通车 而国道今天事故不断 下午三点多 一辆货车行进国三 木炸休息站附近突然翻覆 车上货物散落满地 另外在国一系五高架南下31公里处 无辆轿车和一辆货车 不明原因发生追撞 其中一辆计程车180度乌龟翻 驾驶乘客脱困厚 索性没有大碍 事故导致后方回堵4公里 详细事发原因还有待后续理清 记者也为林菲亚乔综合报道 凌晨三点多 一名男子闯入台北市康宁医院的 护理之家说要来探望家人 护理师告诉他已经过了探访的时间 拒绝他入内 没有想到他下一秒开始狂欧护理师 把人从病房打到了厕所 护理师也受到惊吓赶紧报案 警方事后通知嫌犯到案时 他共称说因为喝得太醉完全断片 不记得自己打人 凌晨三点多 警法男子从急诊室进入医院 没过多久 护理人员惊慌失措 抛到一楼向包圈求救 因为警法男竟在楼上 对护理人员暴打狂欧 夏苗一派轻松 从护理之家打电梯下楼 离开急诊室 留下独自一人浑身试伤的护理师 打头啊 然后就是从门口那边 一直打到洗手台那边 所以我都打不住 他就是一直攻击我的头部啊 脸部红肿见血 惨破相 头皮 耳朵 眉毛 伤痕累累 就连脖子后方也经见 两条长长刮痕 医院值班半夜进 惊悚被殴 护理师至今 余悸有存 恐怖医疗暴力 就发生在北市康宁医院内 18号凌晨3点50分 护理师在八楼护理之家值班 这是年约三四十岁 身高170公分左右的金法男 突然冲进护理站 说要拿东西后 自顾自走到病房 护理师告知他现在不是探视时间 没想到男子竟突然抱走 怒骂这里又不是大陆 接着八人推进病房内厕所 出拳狂殴 已经受了身心伤害 还到警察局做笔录 那这是什么什么事件 警方事后通知四十二岁 灵性犯贤道案说明 他公称当时喝酒罪 不知道自己打人 酒醒后大断片 完全不记得 卑异伤害罪 医疗法寒送法办 但原本就有伤害前科的男子 飞碳式时间 硬创医院 暴走诺欧 护理人员 医疗暴力重演 令人担忧 记者杨琪浩杨洁 黄玉兰台北报道 彰化疑似是由伪超集团的成员 斜杠当起了外送员 趁机把假钞给流入市面 有民众叫外送时 外送员就趁着找零钱的机会 夹带了两张的百元钞票 给他是假钞 那么事后警方逮到了外送员 另外搜出了两百多张的伪超 已经知道有四人受害 类似情况不断发生 这受害者恐怕是遍布 整个南彰化十个乡镇时 春节十天廉价 明天登场 今天下午双铁开始出现 大批返乡人潮 从民众扛的大包小包的行李 就可以看出 这十天廉价 要准备东西还真不少 预估到大年初八 双铁运量恐怕会超过 九百四十万人次 另外国道在下午三点左右 已经开始有不少的路段 陆陆续续出现子报 开平车站下午出现大批人潮 民众收上提着大包小包 准备提前返乡过年 我想到第二轮试票我才 就是加班车我才买到 每年票都不是很好抢 因应春节书运高铁 加开四百五十四班次 不过一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 属于尖锋六小时段 一月十二号晚上六点三十三分 南下仍有最后座位 台铁也有加挂一百四四列次 如果民众有达成需求 不妨可以上网查询看看 或许有零星座位释出 除了双铁月台 客运转运站也是急满返乡人潮 但走国道就会辛苦一点 国一南下内湖五谷路段 下午三点时速仅剩五公里 路况子报 湖口往新竹方向下午三点半 车速也只有十九公里 也出现子报情形 高工局预估一月二十一号 除夕当天有九十百万车公里 但初一开始车会越来越多 将会来到一百四十百万车公里 行车时间恐怕是平时的一点六倍 在国一南向阳梅新竹 以及国三南向土城关系 也是在早上九点左右 会陆续出车潮涌线 位置持续到中午之后 会陆续出减 为了缓解车潮涌色情况 高工局建议 国五头城往平临路段 可改走台九线替代 国一国三新竹台南双向路段 可改走台六十一线 旧镇台中双向路段 可改走台六十三线 雾峰往台中中港系统 可改走台七十四线 及国道四号替代 西部国道为例 南向尖封日为初一至初三 可以在六点前或是十二点后出发 高工局提醒初三到初八 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 国道五号屠城宜兰罗东苏澳 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民众出门前一定要注意路况 以免遇上大塞车 记者林传 陈教人 台北财富部道 专节假期长达十天 但这十天当中却有两波的冷气团来袭 而且要提醒您 在除夕初一的短暂回暖过后 初二开始 可是要有年寿级寒流要来了 北部平底有可能会下探到六度 不过因为水气充足 在高山有望降下 兔年的第一场瑞雪 像追雪的人 可以趁着初二到初四来把握机会 不过如果你想要享受的是阳光假期 那还是最好要往南走 迎接农累新年 中国清晨平地就出现低温 像是南投嘉义彰化 都出现十度以下低温 不过白天太阳一出来 气温就回升 气象局预测 春节期间天气变化快速 每两到三天就变化一次 像是小年夜天气 北台湾民众大扫除备年货 东北部有局部短暂与中南部多云道勤 不过这一波的一个冷空气 并没有说到很强 所以只有在北台湾的一个温度上 是有稍微留意下降的一个状况 21号这个高压逐渐出海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台湾附近的一个风场 总是吹偏东风道的一个环境 变得比较是比较稳定 而且是比较温暖舒适的一个状况 北台湾民众好好把握 除夕到初一太阳露脸 东部地区注意降雨 东北季风减弱全台各地温暖舒适 但是初二开始持续到初四 气温会再往下降 北部东部降雨几率高 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 或寒流南下影响 有专家表示 北部可能低温会下探6度 北部高山还有可能降下 吐年第一场润雪 水气是有比较配合 水气比较多 然后温度是有到零度以下的情形之下 那可能就是说在北部高山 可能会有些这个疾病的一个现象出现 时间到了初五 初六 天气在变化 冷气团火寒流减弱 全台各地温度稍回升 天气状况比较适合走车 准备收工的初七 初八十 目前预测又将受另一波冷空气影响 天气在转凉 但还要持续观察 这张佑茨 杨宗燕台北报道 疫情降温和上周相比个案人数 是降低了百分之二十 不过当中中正的个案数字 以及死亡人数是连续三周上升 准备要迎接十天的长假 指挥中心也宣布启动春节专案 全台湾有192间医院 配合提供确诊民众视讯看诊 还有24小时的咨询专线 那么如果春节的疫情稳定的话 周中心表示在1月底就可能会宣布 口罩令第二阶段捷径 准备过年的国内疫情 1月19日本土新增180024例 死亡48例较上周同期下降20.4% 但是真的可以松懈吗 台德工委学院教授陈秀希表示 国内疫情虽持续下探 但中正个案数及死亡数已连三周上升 均以65岁以上族群成长幅度最高 专家专长全也说 台湾人处于Omicron变异体流行时代 新冠什么时候会下降到 跟其他病毒一样的 这个有待观察 这个我们大概也没有办法预测说 今年明年或后年才会达到 春节期间所有诊所都歇业 民众担忧 若快筛阳怎么办 指挥中心宣布启动春节专案 人会开设视讯门诊 可提供开立抗病毒口服药物 有任何问题 还有24小时这一咨询专线 全省供192间医院配合民众可上机关书 网站查询资讯 决闻关在预告 口罩第二阶段 解禁室内不带照 有望在一月底宣布 但也有专家预测 可能三月还会在先疫情高峰 不少疫苗已经打好打满的民众 质疑是否还要再打疫苗 多追加一剂 与病毒共存 虽然防疫规定逐渐松绑 但是要完全脱离新冠疫情 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最后一天上班日 但桃园街场已经是从早到晚 都是出国的人潮 多到从候机室排队到走廊 如果你没有事先安排出国 春节又好想出国玩 其实现在还来得及 女系列者表示 像是国人最喜欢的日本南韩 虽然说和疫情前相比 今年的票价狂涨 但目前还是有零星的机位 东南亚欧洲有订到饭店 就可以直接出发 如果想要到上海去旅游更好 因为机票还大跌到 只剩下8000 上班最后一天 桃园机场已经挤满 出国人潮 常常人龙满道走道上 越过桃园机场客运量 最低是22号大年初一 大约67000人次 最高则在1月28号 初期94000多人 别光看着别人羡慕 想出国玩海来得及 日韩美等热门横线仍有机位 针对这个日本线 春节这个期间 要有这个便宜的票价 基本上比较不可能 像是国人最爱的日本 疫情前东京线来回 大约9000到2万元之间 今年春节2万元起跳 现在经济舱 3万2000元还有位子 南韩首尔之前是 1万8到2万元 春节期间票价 2万5000元 也还有零星空位 美国洛杉矶 经济舱来回约 4万8到5万出头 春节期间涨到6万以上 买了机票就可以走 可以往东南亚这边走 至少没有这么冷 泰国基本上 最近近期 它的观光也恢复得不错 旅行业者建议 如果还想出国 但不想买 涨到离谱的机票 可以考虑东南亚 像是泰国曼谷 越南或是清迈 只要订到旅馆 随时可出发 甚至上海机票还大跌 整个疫情的关系 信心层面不足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需求量不大 由于目前还没开放 陆克来台 去年12月初大陆疫情爆发时 来回机票大约3万出头 跌到目前剩下8000到1万2 跌幅近7成 另外针对外籍航空公司 台湾代理指出 离出发时间越近 越有机会买到便宜机票 现在想在春节期间出国 不论是日韩还是欧美 仍有机位 民众不妨试试看 记者张欧鹏成年 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市迪化街 挤满了采购的人潮 但是有民众爆料说 迪化街随便秤了一包的果冻 结果算一算价格和外面相比 竟然贵了三倍 难道真的有人在乱秤重 喊价有秤重陷阱吗 我们的记者也直级被投诉的店家 要请内行人来教您 怎么样在迪化街也能捡便宜 台北迪化街解封后 首场年货大街 人气强强棍 万头攒动的画面又出现了 但有民众上街买果冻 竟然 随手挖一把果冻 秤一秤48包一共460元 平均一小包将近10块钱 但眼间网友发现 怎么在网路上的售价 竟然一包才卖2到3元 怀疑自己被当盘子 敲爆了 网友大亏你买的是租金啊 糖果一直以来都是贡攀啊 走过路过宁愿错过 而记者实际重回同一家摊商 都没了 都被客人买走了 都被客人买走了 对对对 招控暴力的果冻 已经不在架上 店家也不在补货 到底该在迪化街 买什么才能减便宜 我刚才猜到这里 这是半斤400块 过年常吃的鱿鱼丝 价格仔细一笔 若在卖场包装售价 大约每克1到1.5元 在迪化街半斤400元 换算每克1.3元 其实价钱稍微便宜一些 另外牛肉干 卖场包装价钱 每克1.8元 年货大街 大约每克0.6元 真的有便宜到 价格的部分 就是用重量去算 那你如果想要就是 多一点不同的糖果的话 你就可以选轻一点的 大乌鱼籽这种年货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 大家喜欢带回去的干粮干货 想在迪化街 买到便宜划算的年货 除了货比三家 老板娘传受配方 真的有变比较重 就会再问说 那100块大概是多少的量 很少 如果大家都有在买的话 我这个摊商应该就是不会骗人 琳琅满目的迪化街 除了感受浓浓年味 当个聪明的消费者 才能欢喜隐新年 记者陈正茂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台材推出全年最高头奖 是2000万的超级红包 高雄有中年男子 刮中了二奖200万 加进口休旅车 和店员讲话的时候 却超级淡定 因为他去年也刮中了100万 是名副其实有财神爷眷顾 他也说平常都会去五庙拜拜 没有想到还真的幸运中大奖 彩券行放鞭炮狂炸 这都是因为门口贴出中奖海报 最新2000万元呱呱乐 开出二架 200万元现金 加上一辆进口轿车 它是满淡定的 但是他也还满开心 就是马上跟我分享 中大奖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 原来这名中奖者是50多岁 中年男子 来同间彩券行 去年刮中100万 今年则是200万 但在家进口修旅车 财神爷超眷顾 幸运值破表 都是因为有去五庙拜拜 都会拿着刮刮乐 乐透来拜拜 这回2000万元 刮刮乐 头奖2000万7个 还没能刮中 二奖已经中一个 三奖100万元 总共850分 中了93个 总奖金超过127亿元 中奖几率将近7成 民众期待中大奖 台才也公布中奖 机率最高时程 每天的下午5点到7点 以及7点到9点 都有机会遇见财神吗 另外今年是黑兔年 民众的服饰配件和饰品 可以选择跟水有关的蓝色 黑色和木相关的绿色 苹果绿 橄榄 以及木绿色 能够帮助运势顺利 但还是提醒民众 玩呱呱乐 有趣就好 得失心不要太重 过年跟家人团聚 才是最重要 记者刘诗之王 书宏高雄报导 过完年最怕是 直接肥了一大圈 营养师公布了 年菜的热量排行榜 当中平均热量的冠军 最高的就是笋丝蹄膀 因为这一大份 竟然就有4100多大卡 一不小心一顿年夜饭 就克掉了一整天的热量 另外如果以一名60公斤的 成年人来说 吃了4颗的花生糖 恐怕就得要慢泡40分钟 农历过年 全家围炉吃年夜饭 好料端上桌 佛跳墙 狮子头 红烧猪蹄膀 光看就口水直流 但一顿年夜饭 就会吃掉一天热量 年菜热量排行榜 笋丝蹄膀4103卡 辣味米糕油饭2607卡 红烧狮子头2536卡 佛跳墙也有2532卡 笋丝蹄膀荣登第一名 像腿裤 蹄膀这个部分 它是属于比较高油脂的蛋白质 它的热量的部分的话 会比一般瘦肉 还有前腿肉 猪前腿肉 这种的还要辣得高 常见的东铺肉 也有2448卡 炖全鸡汤1683卡 糖醋鱼1198卡 倒到年菜热量都超级高 除了吃年菜过年窝在家 零食一口接一口炒酸 以一颗50克的花生糖来看 一般60公斤的成年人 四颗花生糖下肚 就需要慢跑40分钟 才可以消耗掉这些热量 另外一小把鱿鱼丝 热量也有102卡 一把一把吃酸脆美味 但热量都是超级高 通常我们吃这些筋果种子类 会建议尽量以食物的原型 本身 不要忘记了蔬菜还有水果 一餐的部分会建议摄取到一碗以上 过年年夜饭天天零食吃好料 营养师建议尽量摄取原型食物 多吃也要多运动 才不会过完年热量爆表 不小心肥了一圈 记得金线中 陈南山高雄采访报道 传统习俗 过年团圆要发红包 就有社会新鲜人 他第一次包红包 在网络上发言询问 到底能不能够包1000块呢 没有想到这个数字十个长辈当中有七个听了都摇头 到底为什么认为一是单数不吉利 另外还有人讨论说 那包给小朋友到底该包多少呢 就有人认为亲友的孩子可能可以包61200 而同时小孩大概是200到600块 我们带你一块来看 过年团圆发红包 大家当起散财童子 但若是初次包红包 要小心这个数字恐怕很母汤 我拿1000块就是单数的吧 现在没人在包1000块了 那么少 那么少啊 对啊 那最后也要几千 红包1000元 十个长辈有七个听了都会摇头 因为传统认为包红包 尽量要以双数为主 那要是钱再往上加 加到1万元可不可以 听起来不那么吉利 同样依被视为是单数 因此有人还是机会包1000整 1万整这样的数目 包给小孩又要包多少钱呢 也是门学问 600吧 极限的600 就是1414200块到1000 到800块都有 亲戚朋友的话大概就是1000 网络讨论许多人说 包给孩子200元就是个公道 又不识礼节的数目 还流传一张小孩红包价码表 亲友小孩要嘛600元 1200元 邻居及同事小孩则是不包 不然就是200元或600元 看心意吧 我觉得这里要看心意 红包压岁钱 包多少看个人 主要避开单数禁忌 不过也有人无尽无忌 认为心意比数目来得更加重要 记者临时兴望 是韩台中采访报道 日本打算今年春天 就要把在福岛核灾当中 受到污染的核废水排入大海 太平洋的岛国要求日本 暂缓担心重大核污染 而美国的路透社也认为 因为含有穿毒 因此恐怕会伤害遗传汗细胞 台湾的渔民痛批 如果日本真的排放废水 应该要赔偿渔民 但蔡政府却连抗议都不敢说 让蓝营炮轰难道是逢日避鬼 日本最快要在春季 将福岛核电厂废水排进海中 太平洋岛国紧急要求日本暂缓 认为核废水会对渔场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上超过一半的鲑鱼都在这 担心有重大核污染灾难 日本说核废水被过滤之后很安全 不过美国路透打脸 说过滤之后人含有少量的穿 会损害生物细胞及DNA 穿啊 没办法吸湿掉 那可会致癌啊 日本这一次的核灾的废水 是接触过核子炉的这个炉心 任何污染的东西它经过处理 它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还原 日本核废水预计排放进太平洋 台湾渔民的秋刀鱼 渔场距离近收当其冲 连伊兰捕捞青鱼 基隆钓白带鱼都会受到影响 日本连当地的渔民都获大抗议 但蔡政府至今却不敢骂半句 过去韩国350艘渔船曾巡洋抗议日本 大陆更严正谴责 不过当时的驻日代表谢长廷 却帮日本缓家 网友开轰 若是民进党觉得好喝又安全 那就搞团购自己喝掉 台湾人为什么不但得吞美国莱猪 现在还得接受日本核废水 面对美国跟日本的时候 就是矮一节 尤其是面对日本逢日必贵 现在连日本人都反对 台湾人还在那边拥护日本政府 你的祖宗还会拜错了吧 这是要几辈子没有办法清理的东西 你们还有良心吗 写着中国人的螺丝粉 政府拼命消灭 但萊猪和核废水 却往民众口里送 这要百姓怎么容忍 记者林医生黄义军陈宜柔 台北宜兰参访报导 立法院通过总预算之后 行政院长苏贞昌 正式向蔡英文总统请辞 传出新内阁将会由 陈建仁和郑文燦组阁 不过蓝营痛批 简直是高端门神 还有抄袭门大战的第二回合 当了四年隔魁 总预算过的这一天 苏贞昌正式向蔡英文 提出总词 苏贞昌声明是蔡英文 一再肯托 他才接任行政院长 请辞后请总统 竞速指派新的隔魁 苏贞昌为何能当 在位最久的隔魁 他觉得苏贞昌 才够凶够坏够狠 由他来掌握整个的行政资源 才有办法跟赖清德 形成一个恐怖平衡 新内阁传出了 陈建仁和郑文燦组阁 蓝军痛骂 简直是高端门 和抄袭门大战的第二回合 走了一个骗省民的 现在来了一个骗天主的 作为一个高端业务的代言人 强力的挺高端 他应该郑重道歉 护航抄袭的国安局长 陈明通和经济部长 王美花却未传出异动 蓝军炮轰 经济成长六年来最低 王美花到底有什么脸 坐在那里 他的留任 是为了选举考量 政治考量 如果因为经济考量 他应该已经下台一百次了 传出的内阁 人选被骂翻 新任党主席赖清德 谈到务实的台独工作 这么说 台湾已经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另外再宣布 台湾独立的必要 网友崩溃问 这是指现在已经台湾独立了吗 你一张嘴一说 就把台独完成了 台独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局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第一件事情就是下架 你们的台独党纲 不要再骗了 原来台独早就已经完成了 这么是太好笑了吧 赖清德你凭什么宣布 现在就是已经台独了 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写得非常的清楚 国号叫做中华民国 不是台湾 所以中华民国宪法是怎么样 在你的眼里面 只是废纸一张吗 蔡英文 赖清德 反中抗中挤走偏锋 名嘴说百姓 根本不该为这样的执政者 担苦果 要我为了抗中保台而战 甚至为了台独党纲而战 我才没了 你也好了 我去为了赖清德 跟蔡英文上战场 我才不要 内阁改组 若新任院长挺高端 新任主席搞台独 百姓要怎么期待 这种新政府 记得张正明 林佩杰 C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国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